当我站在舞台上唱歌时候,不仅是传达音乐 天后张青芳下月2日将前往高雄巨蛋开唱 不过在此之前,她抢先宣布另一个好消息 去年6月在台北小巨蛋盛大举办 Timeless,演唱会的她,推出演唱会DVD让歌迷得以永久珍藏 今日情人节开始预购,3月2日正式发行 不仅如此,演唱会花絮影片更将在明日释出 粉丝都能一窥她排练准备的过程 而在明日释出的花絮影片,除了能让粉丝一堵筹备过程 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演唱会幕后直击 以及与压轴嘉宾18岁大儿子Nayton可爱温馨的互动 与儿子感情相当好的她 日前还特地向体能教练和团队请了几天假 可以开学的Nayton到美国 她还和儿子一起观赏玛丹娜演唱会 其中歌迷的COS装扮让她特别印象深刻 演唱会结束后 儿子也牵着她的手离开现场 让她有赶整路疏散动线非常顺畅 是一次很棒的体验 你们叫阿姨好 我先要拍照 减肥后台 我都用那个耳机链 因为音乐比较准嘛 一个穿个睡衣或家居服的女的 穿个高跟鞋 戴着耳机在那边跳舞 然后我儿子就会从旁边的房间跑过来说 妈你怎么了 你怎么回事啊 你在作弄吗 那他会给你一些意见吗 当然不会啊 他叫我小声一点 在我的记忆当中 我两个孩子从来没有看过我完整的演出 所以我想让大儿子在离开台湾之前 能够参与我的演唱会 和我一起站在舞台上 一起创造这美好的瞬间 这将是我人生中最真实 最珍贵的时刻 我要将这个画面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当我站在舞台上唱歌时候 不仅是传达音乐 更是与你有心灵的共鸣 这份共鸣 不仅是安慰到你 更服务了我自己 因为 今年他高中毕业 以前不是太听话 诶 诶 还好啦 看到妈妈今天那么多叔叔阿姨来 知道妈妈很红吧 张庆芳17岁帅儿 傲娇压轴 台庄斗嘴A来A去 别爱无恙 你把我直接开始就好想 你放弃了我 放弃了我 放弃了我 你是不是遗憾 从此真的遗忘 他放弃了我 没眼光啊 歌坛东方不败张金芳 睽違八年重返小巨蛋 除了有嘉宾大平台 瘦子Ella 刘肉英 卢广仲 就连台下的江蕙也开了金口唱Gay out 亮点呢 还有张庆芳的17岁儿子 Nathen 压轴登场 可以吗 Nathen 我的爱情 我好想要玩 I want to s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The promoter don't mind And the union don't mind If we take a little time And we leave it all behind And sing one more song I want to say Just a little bit longer 跟我來 教會你的愛 你笑什麼 如果你想像自在 哪怕別人怎樣想愛 跟我來 這是我的大拳 大家好 跟大家都 那麼多人啊 上面也有人 對啊 今年她高中畢業 以前不是太聽話 還好啊 看到媽媽今天那麼多叔叔阿姨來 你知道媽媽很紅吧 叔叔叔阿姨 以後乖一點 聽媽的話 不要以為自己很棒 自己很棒啊 他很有自信啊 還好啦還好 嗨 我的心感 可以的話還是稍微笑一下 弟弟 方便的話 方便 張清芳透露 因為兒子高中畢業 兩個月後 即將赴美留學 希望將這場演唱會 當做兒子 上大學的禮物 做媽的 很難得 可以跟兒子一起唱歌 尤其是在小巨蛋 這一輩子 我不曉得 會不會會有再一次 你兒子的聲音這麼好啊 會不會想要 就讓我去個單曲 不行不行 他還是要去念書 把書念好 可是大家都覺得阿姨 穩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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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帥耶 很帥耶 可以出道啊 會不會擔心 他去美國 太早交女朋友 所以我說 我要有信仰 有信仰你就不怕了 所以沒有性愛 你覺得有用嗎 你覺得有用嗎 你會只要幫助一些 錯誤 他都遲到 每一次彩排都遲到 你覺得他會聽我的話嗎 不怕 網民都總問 他是誰請的 美方的負站緊 他是手還是飛 我都不在意 別看著不安全 因為在看你 幫我拔到女美心 我長不住 我長不住 但是被別人注意 伴藏不住你 我藏不住 在心被别人注意 我是不是 还离开你 我不想介入别人故事 是不是 还离开你 我不想和别人分享你 认识你只不过是最近的事情 感觉上圈花消失 早已很熟悉 而且奶茶有跟我讲说 爱你为我一个人的工作 你说我适合演什么 黑社会女人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龙年行大运 越来越好 身体健康 顺顺利利 都让你开 都让你欢喜 都让你多欢喜 祝大家龙年行大运 好运本来 新年快乐 而且希望大家都预笑的何不逢 龙光欢风 好运龙中来 我的爱龙河雷 祝大家好运龙中来 祝福大家天天开心 天天快乐 星星长龙 生意新龙 龙飞凤舞 像一条龙 你龙我龙 今年会红 新体健康 万事如虹 全家可以何乐龙龙 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龙行大悦 生龙活虎 龍年型大獄 恭喜貓財